分享分享分享留言列印2019年2月21日11点23分联合报记者蓝宗彪及时报道 恰恰彭正敏迈入生涯第19季,生涯最后一季,在每座球场的最后一站都是焦点话题 图,联合报系资料照分享终止新球季倒数30天,3月23日周六将在桃园球场开打 由去年总冠军赛组合统一师,原队交手 恰恰彭正敏迈入生涯第19季,生涯最后一季,在每座球场的最后一站都是焦点话题 也是球迷当面向这位高人气球星说再见的机会 彭正敏2001年展开中职生涯,今年8月6日将满41岁,过去18季累计1957支安打 1990轰,本季渴望达成2000安记录,能 体计张泰山289轰,林志胜257轰之后,成为终止史上第三位200轰俱乐部成员,必须重现年轻时期的爆发力才行 彭正敏目前得1061分,只落后张泰山14分,新球季开打第一个月就有机会超 月,成为史上格分最多的球员,这将是恰恰在退休年的第一项重大记录 中信兄弟队本季首战3月24日在桃园球场对决原队,彭正敏退休日也正式进入倒数阶段 终止本季将在7座球场进行240场球季赛,兄弟在各球场最后一战依序是8月11日天母队富邦汉 将,8月14日花莲队师,8月29日高雄队师,9月15日台南队师,9月18日新庄队汉江,9月22日桃园队员,9月29日台中队汉江 这期战也是彭正敏最后告别球迷的场次 兄弟9月25到29日在台中洲际球场五连战,分别对决师队汉江,也是彭正敏的告别周,兄弟领队刘志威表示 今年是恰恰退休年,为了让东部球迷也可参与,特别安排两场主场比赛8月13、14日在花莲进行 分享分享留言猎异